大家好,我是白農學 白農學今天帶你們來桃園的民生路 這間派克雞排 聽說這間很好吃,我來吃看看 其實這是連鎖店 我們來點一下這一家的秋露茶來吃看看 開始點餐了,走 我先點他的脆皮雞排 和他的脆皮雞塊五谷 和這個脆皮鮮魷魚 來吃看看 來,現在我們買的東西 這就是他的雞排 真香耶 嚇死了 怕這種四次真的會弄不住 然後,這是他的脆皮雞排 然後,這就是他的鮮魷魚 什麼脆魷魚 好,先放這樣 這不是特色的 來,這就是他的特色 這塊沒有就是他整塊雞排 哇,真香耶 這就是他的五谷雞排 然後,鮮魷魚 來,開始來試吃 來,白農學要幫你們試吃 我們先來吃他的那種脆皮的五谷雞肉 這是五谷雞排 他的口感很脆 然後,我是覺得他的皮 脆的稍微有點硬 你如果說那脆皮有 就是喔,法蘭紙剛才補完 補完那兩隻手機還會抓 就要到南部,到南部弄吃的啊 然後吃起來的話,他裡面的肉 他吃起來很清爽 你不會覺得油膩 然後,吃起來也不會這樣濕濕 就是不會乾澀 我覺得裡面的油脂分布剛好 然後,外面的話 他那個皮啊 他那個皮很酥很脆 我剛剛給他的評價很高 真的不可以吃 然後 換來吃他這個 什麼脆皮章魚 那個不要學 這脆皮章魚 我覺得以後脆皮章魚 我就覺得怪怪的 因為他就是明顯看起來比較濕 比較淡,來吃看看 要記得,吃的時候要發出什麼 什麼?那種騷一樣 嗯! 噢!要學 人家,很Q、很好吃 很有彈性 要把它形容呢 他不會像在吃那個橡皮筋一樣 一般那個章魚 你吃起來 你放到那個口中裡面 你把它噴出來 就把它噴出來 大概含著 把它補百幾次 你把它拿出來,還原封不動 他在嘴裡的話 就是吃起來的感覺 它不會覺得很嫩 就是人家說很軟 要吃起來的時候 那個章魚的味道 很重 我給你評價不錯 好吃 然後接下來 要來吃這塊重頭戲 白龍西的平衡是不可以吃雞排 但是我來看 噢!夭壽的,你這裡還有大塊 人家說美國什麼都大 沒什麼 我們大塊也大 我來看 我來看 從這裡咬就好了 這不可以NG NG都還要一塊 來 一二三 啊!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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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沒有照顧 我也沒有照顧 噢! 我覺得這個整片的 吃起來比這個 無碼分吃 吃起來更好吃 因為他可能 他裡面的話就是 沒有切開 溫度比較 有保溫 吃起來感覺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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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起來真的感覺不舒服 那不可以NG龍 真的很好吃 然後我是覺得說 欸這種東西 白種水先吞下去 哈哈哈哈 白種水總會吞下去 我來做一下總結 我覺得他的味道 稍微是比較 偏那個 人家說比較偏甜 然後香酥的感覺 所以你如果說吃了 感覺口感比較像那個 味道比較糖醋排骨那種 那種味道的 鹹酥雞的口味 我覺得他的味道就很像那個 但是他還有一點 烤肉的那種香味 我覺得這是 他比較獨特的地方 所以一般 你賣一賣 有的雞排 我為什麼不想買 因為買起來的雞排 他都有那種油炸的那種味道 但是他沒有 他有一種烤肉的香味 而且 他也沒有說另外 拿去像人家炭烤雞排 他再另外烤過 他直接這樣炸出來 就有這種香 我是覺得說 蠻佩服他的做法 以上就是白種水來試吃這一家 什麼派克雞排 我的心得跟同學 有分享 還記得 記得要訂閱白種水來教室 好 我要你吃東西 這變我的招牌 要吃的一定要怎樣 一二三 啊 拜拜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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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